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撞住他 你不是射出子弹而是接住他 那是导演克里斯多弗诺兰最新要上映的电影《天能》 诺兰 诺典 诺典 诺典这边自导取景横跨七个国家 历经三次延期 片商总算找到了时机点 要将这部科幻叠包电影推上大萤幕 这部电影也是诺典第十一部长片 为了帮星陷诺兰生 过去烧破观众小脑袋瓜的 全面启动也重新上映 梦境一层跌一层 旋转的陀螺到底是转还是停 梦中梦的故事 不止其中主角更多清楚 与目前的观众也一样 不止其中的电影 从来不止场面大 背后隐藏的细节更是观众 一再回味跟讨论的话题 就算是科幻片的心机效应 首尾也是出乎意料的扣人心弦 把科学家说放进电影 不但没有深色感 还能勾起观众兴趣 新上映的天能 同样也有浓厚的科幻元素 在美国适应时 就传出超高评价 但按照诺兰作品 一直以来的风格 从来都不像 表面看到的那麽简单 各位移民们 要进电影院之前 恐怕还是要做好 稍爆腦的实力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